實用2176呎的三層單位 連戶外大花園 一入屋已經感受到豪宅氣派 經過懸關走入屋內 設計師刻意用黑色拱門 分隔客飯廳兩個區域 令到兩個空間更迫鋁分明之外 亦避免整體感覺過於單一 這間屋的設計主題是低調奢華 所以我用的物料會用了很大量的石材 很多不同品種的石材 還有玫瑰金的鋼 還有一些皮類 這些滿皮類加上玫瑰金鋼加上石材 就可以營造了一種氣氛 就是很優雅的感覺 為求打造高貴的感覺 設計師在用料上亦一絲不苟 連單位的燈掣都用玫瑰金的顏色 襯托整個風格 單是地下的樓層 就已經用了六款石材 凸顯了豪宅的奢華氣派 就連這一大幅電視牆 設計都非常講究 因為TV Wall這個位置 就有一個廚房門口 好像我現在推開這個暗門 就是廚房 所以我覺得如果TV Wall這麼細幅 只有電視機這邊的位置 我覺得好像不太好看 因為比較小器 所以我就把整個TV Wall 做了一個意大利冰肉的雲石 就把雲石做了一個很漂亮的 一個工整的pattern 例如A字形 令到整個客廳看下去 就可以闊落一點 除了用料損材之外 單位實不實用 都很影響戶主的生活質素 所以在設計上就特別照顧到屋主的生活習慣 原則這間屋本身是沒有一個客人用的洗手間 而我身邊這個門口原本就有進去工人套房 所以我就覺得可以特別為了這個位置 在工人套房裡偷少少位做了一個客廳給他 令到這屋樓起碼都有一個小間可以給人用 除此之外 女戶主和女女的衣物比較多 設計師在這裏就要想想辦法了 這裏是一樓的小女房 小女特別跟我說 我想要多些的衣櫃和儲存 我特別為這間房 原本這間房其實都差不多有150呎左右 所以我就圍著邊的牆身 都做了衣櫃給他 就連地下的樓梯底 設計師都特意放隱形鞋櫃 這樣屋主就不用擔心不夠儲物空間 除了面積之外 設計概念上 複色以至獨立屋 甚至是一般分層單位 其實都有很大的分別 究竟裝修有些甚麼要注意 留意下一集